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格局 這個叫做我房門開門建造 沒看過吧對不對 你看在我的這個 這個俗稱的瓦斯爐 或者是實際上它是一個電子爐 IH爐 IH爐的後方 就是我們夜主睡覺的房間 換句話說呢就是 夜主每天啊就是進這個屋子睡覺之前 他一定要先經過廚房 每天呢早上請床用樹門上班的時候 他打開門第一個一定會先看到瓦斯爐 這個格局絕對是風水的大NG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說啊 你們現在還有這個彈性啊 可以選擇房子 或者說你們在設計房子格局的時候啊 這種狀態啊你們一定要避免喔 因為以廚房而言的話 畢竟它一定會有一些多餘的這個溫度 多餘的這個油煙 或者說在廚房裡面如果有廚餘的話 在那邊會有一些味道 那他這樣就會直接蔓延到你的房間裡面 那久了之後呢對於你的睡眠啦 你的健康啦 你的情緒啦 那其實真的是會有不好的影響 雖然說呢他已經用了 已經用了這所謂的IH爐沒有明火了 但是呢因為只有我們夜主的習慣 他還是會經常性的來烹調食物 只要有烹調食物 這個所謂的油煙 只要或是我們講的所謂的熱氣 他就會往房間來蔓延 那往房間蔓延其實他 那個長年累月他就會預計在房間裡面 對於這個運勢啊確實是會有不好的影響 那大家一定要盡可能的來避免喔 那我相信呢對於比較認真的同學就會問說 老師那這個應該要怎麼樣來化解 那這個啊我跟各位同學說 你花任何風水物啊都化解不了 你能夠做的呢有兩個 一個呢你把你的睡房換到剛剛的這個書房裡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說真的不能換或實在是不願意換的 那你只能齁就是在這個房門 你就經常性的去保持關閉 你看我們這個業主真的 我真的他覺得他印響天開 他把這個平常健身的器具 把他掛在這個門檻上面 那感覺好像這個我們的業主 他是這個武術高手你知道嗎 你只要惹到他一拳就給你整個就昏掉了 OK Anyway重點是啦 換不了房間那你這個房民就要經常性的關閉 但這是最不好的方法 那所以還是建議大家 能夠避免選到這種格局 我們就避免選到這種格局啦